DCI 4.5 兩側 嗨 大家好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DCI 1 4.5 兩側 首先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協會定義的一個架設環境 總共有28dB的環境 那再來就是說 等一下我實做的時候會一直在切一個按鈕 那那個按鈕的意思是要切 Gen1 Gen2 Gen3 Gen4 以及它的Preset 裡面的Preset 那我們直接來看 這是我們剛剛講的 Toto有庫和Spot的一個環境 示波器 高頻示波器 高頻燙半 然後直接過來的線 衰減的板子 然後到我整個 motherboard的架設 從CPU到這個測卡這邊 是有-20dB的衰減 我這邊是有-5dB 示波器裡面 自己有-3dB 好 那大家可以看到現在的圖是 Gen1 一般波形它就是會這樣 它就是會一直跑 黃色代表佩拉克 然後紫色代表data 橘線代表是它預算過的實際波形 所以眼圖它就是用 橘色的波形去疊加出來 大家可以看一下這裡 這個就是所謂的眼 就會疊出這裡 那眼圖一開始先看藍線 下 以上 然後再來一次紅線 再抓 然後再來一次黑線 它會去疊 就會疊出資料 然後就會再一直抓 一直去疊 那現在看到的波形其實是 Gen1 我這邊要按一下站 然後我們會把那時候線架過來 這邊 好 大家看這兩條線 這兩條線其實它這邊就是2.5G 就是上面白板的2.5G 就 Gen1 好 那大家等一下 只要留意這兩條線跟波形的寬窄 你就可以知道它現在跑到是 什麼樣的速度 像這時候就是 Gen2 大家可以看到 它是我這兩條線的大門 然後我就繼續切 然後就越來越早 那就會進到 Gen3的波形 那我現在按很多下是因為我剛剛有講 它有很多PC 那像現在這種醜八怪的這個 其實就是 Gen4 我滅在那裡 那邊就是 Gen4 可以看到它 我們可以看到它 你會影響 但是現在我們看到它 不可怕的 是 恐怕的 我會拍到 我們在旁邊 原來 我們在旁邊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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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中文字幕——YK 中文字幕——YK 中文字幕——YK